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水车星的故事吧 或许可以在故事中得到不同的想法哦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贩卖木柴为生的侨夫 他每天心情的上山砍柴 总是要把木柴堆满整辆柴车 才愿意下山回家 在一个夏天的午后 侨夫推着满满的一车木柴 准备回家 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了 又渴又累的侨夫心想 如果不小心中暑 可能好几天都不能上山砍柴 我还是先到路旁的茶馆喝口茶 再赶入回家好了 没想到 当侨夫在茶馆坐下 正准备喝茶时 就听到外头有人大喊 吃火了 吃火了 柴车着火啦 快来救火啊 侨夫立刻站起来查看 发现是自己的柴车起火了 于是丢下手中的茶杯 慌慌张张的走到茶馆外 眼看着 大火快要吞灭整辆柴车 但是附近根本没有水可以救火 情急之下 侨夫想到刚刚点的茶水还没喝完 连忙走回店内 将剩下的茶水泼向着火的柴车 但是小小一杯茶水 怎么能扑灭熊熊大火呢 柴车的火势越来越大 一瞬间 侨夫辛辛苦苦砍下的木柴与柴车 变化成了灰烬 而侨夫只能站在一旁难过的哭泣 后来 杯水车星这句成语 便用来形容力量太小 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的意思 小朋友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 一定要仔细考量自己的能力 千万不能贸然行动 否则可能会得到杯水车星的结果哦 小朋友 听完杯水车星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是缘起于 因为天气炎热 乔夫决定先到路旁的茶馆休息 再赶路回家 过程中 乔夫的柴车突然起火 但是附近却没有水可以灭火 情急之下 乔夫只能拿茶水灭火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茶水不能成功扑灭大火 因为力量太小 对事情的帮助有限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杯水车星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乔夫 你会怎么解决 柴车失火的问题呢 如果你遇到 不能单靠自己力量解决的事情 你会怎么做呢 为什么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杯水车星 是形容力量太小 对事情没有任何帮助 主要是用在完全没有效果的情况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杯水车星可以怎么使用吧 这场雷雨只是杯水车星 无法解决常年的干旱问题 节能减碳需要全国人民的合作 如果只依靠政府 游如杯水车星 游如杯水车星 依然不能阻止全球暖化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与杯水车星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于是无补 无济于是 相反的成语有 不无小补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